隨著智慧型手機的科技發展 日新月異 從設計製造到維修 幾乎每一款零件跟配件 都在生產鏈中 都能找到致富的新商機 因此東森新聞的新聞廣角進單元 這一集要深入來探索 智慧型手機相關產業中 有哪一些人已經賺大錢了 手機保固市場 全球有百億美元商機 不過這些壞掉的手機 到底要拿在哪裡修呢 我們帶您直擊了 台灣北部最大的維修基地 常見的螢幕破損 還有手機 進水 都有專業的機台可以維修 一個月有5萬台的維修量 平均一個工程師 一個一天也快手就要修上24支 泡水手機像這樣開不了機了 還是摔到手機 螢幕碎掉 這些壞掉手機的維修基地 就在這扇樓 每個月5萬支手機入廠維修 北部最大的維修站 足足有60平大 然後這邊是iPhone 然後這邊是二線手機 第一關照廠牌分門別類 採集機構比較複雜 比較不好採解的 像金屬外殼 第一排專修防水SONY機和HTC 第二排三星和二線手機 第三排則是iPhone專區 平均一個工程師 一天要修上24支 放進80度烤箱烘15分 軟化膠條拆卸破損螢幕 這樣做 大概20到20分鐘可以處理好 可是像這種像S5 我光要烤就至少要15分鐘 薄薄一片液金 上頭有觸控顯示排片 小心翼翼裝上後 壓核步驟不能少 你看那個哒哒哒的聲音嗎 熱心轉到底 最難修的防水手機 修前還要先抽真空 氣密測試 空氣擠出來 然後讓它真空的狀態下 然後看它防水有沒有過 防水NG重貼氣密膠條 放進壓核機台 得控制精準550磅 應該是有四五百萬左右的零件價格 號稱維修站的小金庫 手機平板零組件 一櫃櫃排排好 庫藏至少2000件 看準全球保固市場超過百億美元的商機 更有業者打出月付百元內 無限次免費維修 預計會成長百分之15到20左右 人手多機的3C世代 新崛起的維修商機 潛力無窮 東森 曾經說 潘雪 陳文傑 桃園報導 線上支付又有新招了 阿里巴巴集團主席馬雲 曾在電腦展上秀出旗下的微笑支付 透過手機掃描 人臉的特徵就能完成副管 其實這條件系統你我都不陌生的 就類似機場的生物辨識出入境的系統 東森財經新聞是獨家直擊了移民署的開發秘密基地 也發現光是臉部特徵辨識就有五百多種 拿起手機拍自己 阿里巴巴集團主席馬雲可不是在自拍喔 它是在秀旗下最新的支付系統 透過手機掃描臉孔就能知道 用戶是誰完成線上付款 而這一套系統其實跟機場出入境的 生物辨識系統很相似 比右手指紋才能進去 這裡就是移民署的秘密基地 生物辨識系統開發處 六個區域有三家廠商進駐 像是機場通關的E-Gate 生物辨識系統由寶島激光負責 通關雜門則是神通 後端資料庫和查驗則是大統和凌網 拼湊起來才變成辨識系統 站一下 把臉對準相機不到三秒 仔細比對五官特徵 再壓上指紋 第二官確認 靠的是你我臉上的特徵辨識 一個人臉上有五百多個特徵點 透過分析確認身份 但遇到雙胞胎想混水摸魚怎麼辦 臉的肢間距離還有對稱 還有對稱也會有不一樣 還有臉部眼睛周邊的些微的變化 其實都有差異 從瞳孔鼻孔距離就能區隔 但整形或帶瞳孔放大片 可能就會辨識不出 要靠專攻檢驗 像是20%可能是瞳孔去影響到的 那這時候在人在查看的時候 說你是不是有帶通往拉近 不過這套系統利用在支付上 工程師說要做好 各自保密 資料庫的設計的部分來講話 我們現在目前都是採用不可逆的方式 就是說你就是拿到這個特徵 你也沒辦法用 冷點付款玩靴頭 但能否改變消費者的習慣 還有待觀察 東森財經新聞 蕭涵沈玉騰 台北報導 蘋果打造數位王國 現在繳上了全球熱門電影頻道 龍頭HBO合作 蘋果執行廠庫克也宣布了 未來蘋果電視盒將獨家提供HBO影片內容 而且是擺脫以往單片購買的方式 引進傳統的有線電視付費模式 只要繳月費的方式就能看到報 不過暫時限定在美國 台灣因為授權問題 短期之內 戰恐怕是無法開放的 蘋果執行長庫克親自點名 全球熱門電影頻道HBO將加入陣營 未來各式熱門影片 不用只靠有線電視 蘋果的iPhone iPad到Apple TV都看得到 蘋果衝刺影音內容 又跨出了重要一步 包括像這種內容上這些合作的方案 方式我覺得一定是未來的主流 因為過去可能大家都是 以來像是有線電視 或是一些電信商的機上盒的部分 蘋果打算延續有線電視模式 只要付月費14.99美元 就能看HBO各式影片 相較飛瓶陣營產品 以單片定價付費的方式 線上購買才能下載 目前還是在台灣都是 跟第四台業者合作 整個占有率也是比較高 可能過去就是 第四台業者壟斷的情況 可能會越來越減少 雖然台灣還不能看 畢竟授權問題還沒辦法解決 但是實測飛瓶陣營的電視盒 不但可以打電動 看影片則是下載APP的方式 各家的授權 似乎遊走在灰色地帶 搶控影音內容商機 谷歌陣營從電視棒 到各家電視盒 不斷推陳初心 搭上APP的軟體資源 儘管不向蘋果直接找大廠合作 但兩大陣營已經找出不同的 營運成長模式 東彈新聞撞不倒 小米和蘋果在中國市場出現 新的勁敵了嗎 這是中國唯一境內上市影片網站 樂視網撈果界 一口氣推出三款智慧手機 樂視網創辦人賈耀廷 在發布會上不但嗆殺 蘋果火力全開 更是暗奉小米機售價不夠清明 我已經吹不了紅 吹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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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了迴響 現唱的是當紅 雜子雞 鄧紫棋 而出席站台的還有導演徐克 和小聲一哥黃曉銘 這是我們的樂衣和樂衣Pro 這個是樂衣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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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樂衣 身為中國唯一境內上市影片網站 樂視網創辦人賈樂廷也來賣手機 左嗆蘋果 右酸小米 首先從視覺上就能夠感覺到 和6P的差異 是不是這款手機拿到我手裡的時候 感覺到根本不像6PLUS那麼之大 新兵報到樂視網一口氣就推出三款新機 賈樂廷火力全開 拋紅蘋果系統封閉 二殺創新 我們希望能夠讓手機產業 真正的跨入生態時代 用我們的開放閉環打破蘋果的封閉閉環 賈樂廷要挑戰蘋果霸主地位 手機發表會處女秀還展現 不輸小米雷軍的舞台魅力 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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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可能啊 完整無缺 但蘋果 小米可都不是省油的燈 樂視網出來炸到 賈樂廷心裡清楚 唯有讓性價比破表才能一戰成名 極致的科技 完整的生態 兩倍的性能 但同時我們要堅持一半的價格 看看對手小米 光是4月8號米粉節一天 手機限時下殺 狂賣211萬支 等於一秒鐘賣出20支手機 現在又多了樂視加入戰局 中國高規低價手機的售價 有機會繼續探底 東森財經新聞綜合報導 電動車儼然是科技較勵的新戰場了 小米投資的納恩伯 賣下電動車代步大廠賽格威 樂視網也備妥了數十億美元銀彈 準備進軍電動車市場 就連美國太空總署NASA 也秀出一輛會甩尾的電動車 美國太空總署NASA也來搶秀電動車 玩得哽 很不一樣 仔細看NASA這一輛電動車 四個輪子都能獨立轉向180度 可以瞬間甩尾 好像電影頭蚊子滴 駕駛不但可以操控 這一輛電動車飄移 一秒變身藤原拓海 不用坐在駕駛座 也能遙控它 就因為每年上千億美元的電動車 商機太迷人 中國大廠虎視眈眈 可以輕鬆在都會移動的 兩輪電動代步車賽格威 小米雷軍看上了它 小米投資的電動代步車廠商Night Bolt 宣布和另外兩家創投公司 合資25億元台幣 其中一部分就是用來收購賽格威 市場認為如此一來 雷軍就能拿到賽格威手中大量的專利 兩倍的性能 一半的價格 就連中國網路視頻龍頭 樂視網創辦人賈躍庭也喊話要砸下數十億美元 研發電動車 電動車儼然成為科技角力的新戰場 東森產經新聞 綜合報導 科技越來越進步 不少工廠生產也變得更聰明了 近期德國車廠把內部製造過程大公開 結果居然有不少無人環保工廠 號稱生產還可以快一倍 還能省下超過一半的人力 現在透過鏡頭到德國 以魁號稱全世界最聰明的無人汽車製造工廠 不管人有沒有上車 聰明的智慧電腦依舊不停工作 駕駛還在驚訝 但車子已經可以開走 廣告中的夢幻情節 在頂級車工廠悄悄實現 從一塊鐵板開始壓模 到組裝大大小小零件 完成之後的運送跟備料 一個人都沒有 一直到烤漆完成才有工人出現檢查 還有處理皮革縫製等等收尾工程 整台車幾乎80%都是由無人工廠來組裝 而且整個過程幾乎靜悄悄 號稱砸下上百億打造的智慧工廠 就位在德國 包括賓士、BMW到奧迪等等 幾乎每一家都有類似設備 雖然可以省下超過五成人力 還有加快一倍以上的生產速度 但義大利超跑品牌則是強調手工打造 不同品牌各有堅持 但隨著科技進步 頂級車廠不只打造智慧車 工廠也變得越來越聰明 東彩新聞 中文報導 不只掌握新科技就能賺大錢 美國華人想隨時隨地滑手機 收看新聞廣角鏡單元 更多精彩內容 現在只要下載東森新聞每週APP 就能盡情觀賞